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 双因子的变异数分析 那么这一部分来说我们谈有交互作用的 我们在实验设计里面 A如果说是这个资料 是同时受到了A因子跟B因子的影响 我们假设我们考虑到 AB之间有一些交错的影响 就是交叉的影响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要予以重复实验 这个地方的值可以不止一个 要求要比较多个 那么尽量本身来说 这每个block里面我们放的这个值 如果说是数字都一样的话 这样看起来比较整齐 那么我们就称为是均衡的实验设计 其实本身来说均衡的实验设计 我觉得会比较好做 而且看起来的话也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那么我们就来做的是实验设计 就是一个均衡的实验设计 这边的话是固定放一样的数字 好我们来看看往下走 重复实验的资料是这样的 跟以前有点差别 以前这一块只有一个值 一个值 现在这一块我们放了N个值 N个值都固定的是N个值 然后因子A有A种 因子B有B种 这边的话是列的总和 横的是列的总和 重的是行的总和 记得 直的叫做蓝 也叫做行 横的叫做列 好那现在我们把它全部全部数一数 总共有多少个笔资料呢 每一个block里面就有N个 那这边有几个block呢 有A乘B个 那总共就是ABN ABN笔资料 那么我们的总total 那么就要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写起来就变得很复杂 那这个地方也写 也很容易写错 那么基本上 它要三个submission 三个sigma才能够表达这 所有的数字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 有IJK 所以这个地方写起来的话呢 看起来非常的麻烦 可是事实上来说 如果以数字的处理 或者是 以电脑来处理的话呢 基本上来说都还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 我们在这一部分来说 我们大概 能够介绍一下理论的部分 就稍微能够交代一下就好了 那么我们把刚才的那个格式 放到这边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符号 还有等式 以及自由度 那么我们介绍的是 总变异的部分 总变异 我们原来叫做SS 这边也是SS 然后A因子的变异 B因子的变异 现在注意哦 多了一个 AB交互作用的变异 它有交叉影响 那么我们要考虑进去 那这个很重要 这一部分 事实上 我们只有两个因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去采用的是 AB交互作用 看看AB有没有交互作用 最后叫做SS1 就是残差的部分 残差的部分 每一个都要用到 我们把它写下来 那这个是我们的符号 SST SSA SSB 以及SSAB 这AB就是消互作用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SSE 好 我们把它拿掉了以后 我们解释一下这里边的内容 SST SST Total的部分 那么这边 这是 每一个点 减掉它的平方 然后再来做什么动作呢 平方的话 这边要有三个 Summation 大概的话 解释一下就好 这个地方 因为它有IJK 有三个变数 这边来说的话 这边是全部都在变 主要是变的是I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平方 我们大概就这样写 这是SSA 这是SSB 那么这里是SSAB AB我们IJ在动 这边的平方 这边有 两个Summation 这个地方来说 这个是SSE 这边最复杂 它有三个Sigma 大概解释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Total的 这是A的 B的 AB的 SSE的 那么至于说 它的自由度 我们解释 自由度 总共有几笔资料呢 有ABN 扣掉一个 因为就没有问题 那么SSA呢 SSA的话呢 A有A有A笔资料 那么每一个 每一笔资料都要扣掉这个 但是这个A笔的话来说 我们就扣掉E 扣掉E 因为降于第一个自由度 这边是一样的 这边也要降低一个自由度 这有B笔资料 所以我们用B B-E 这个呢 这个 是两个相乘 SSAB 那么SSE呢 是ABN 减掉AB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为什么是这个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总共 ABN-E 扣掉它 扣掉前面的 再扣掉这个 然后 再扣掉后面这个 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边减E 这边减E拿掉 所以我们后面的部分来说 再来展开来好了 这是ABN-A-B 这负负得证 加E 减掉 这边乘开来 AB-A-B 加E 我们可以发现 A的呢 这边有一个负A 这边有一个负A 是减的 所以这边 这两个拿掉 这个负B 这个负B 拿掉 这里也有一个E 这里也有一个E 相互就拿掉 所以是ABN-AB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这两个可以提出来 AB乘上 N-E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AB 刮虎 N-E 看看同学喜欢这样写 还是喜欢这样写 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都有它各自的自由度 我们都要把它写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 同学记不住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的是 Total的这个部分 扣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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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那么我们在分析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注意的是 有交互作用的Anova表 那么我们就照着以前的方法 来做解释 SSA 各位同学应该没有问题 都可以计算 我们把它的相对的一些东西的自由度 列出去 那么全部算完以后 我们知道这四个加起来 应该是最底下这个 这四个加起来 最底下这个 这是自由度的部分 均方我们需要算 A的部分除以它自由度 这是A的均方的部分 那B的部分一样 AB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前面除以右边的 前面除以后面的 这就是我们的均方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残差的部分 SSA除以它的自由度 再过来 我们要看什么呢 要看的是F值 F值就是 这个跟这个绿色的 这个MSE来比 每一个都要除以一个MSE 这也是一样 都要除以MSE 这也除以MSE 那各位同学 看了13个 我们要怎么看呢 不要从第一个开始看 应该要从这里开始看 这是什么 这是交互作用 交叉的一些影响 假设这个地方 是显著的 也就是说 因子A跟因子B之间 交互影响很重要 那么个别来说 就影响没那么大了 我们要看这个跟这个 基本上来说 是这个交互的影响 没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这里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先看AB部分 再看A 再看B 那么如果说是 这部分有交互影响 很严重的话 那么我们的分析 就可能要重新再来 就要考虑到是 固定A或固定B的 一个做法了 那么这个地方的结果的话 我们再次的强调 交互作用结果 不显著 这就代表的是 A或B的主效应的话 简定才有具效力 才具有解释性 因为它是不是 靠交互作用影响的 如果交互作用的影响 是显著 显著就是代表的是 交互作用有了 那么它是两因子 合在一起产生的效应 那么单独执行的 这个A跟这个B 那么就变得 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 就是万一遇到的是 交互影响显著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这样做 来Fix的某一个A A的部分固定了 分析另外一个效应 再用另外一个效应 固定了以后 再来分析另外一个效应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大概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交互作用 什么叫做没有交互作用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例子的话呢 这边是不同的原料 A原料 B原料 C原料 那么我们来看看它的结果 原料的部分 原料的改变 会不会因为受到 机器的因子的影响呢 看起来是不会 因为它的产量 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产量的话 换了一个原料 这是A 这是B 这是C 换了原料之后 它们都会往上 产量都会往上 它有没有因为机器的影响呢 没有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平行线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是无交互作用 那么以集合的来看的话呢 像这样子 就代表是交互作用就很严重了 原料改变 那它的产量 会因为机器的关系 你看不同的机器 它会有影响 所以中间的话呢 会有一些交叉 或者是 它不是一个平行线 因为我们换了原料 这个地方是换了原料 产量怎么样 没变 它的方向是没变的 即使是机器 机器A的话呢 可能是它的效果好一点 但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来说 就是代表的是 怎么样 有交互作用 那么我们大概解释了一下 交互作用的几何意义是这样的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 有交互作用 的双因子 我们既然是双因子 一定要考虑交互作用 除非它是没有交互作用 那么当然 我们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考虑进去 那么实验设计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来做 ANOVA表 做ANOVA表的解读的部分 要先看谁呢 先看 SSAB 交互作用的部分 我们先看 假设是显著 那告诉各位同学 那么这个地方 A跟B 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去研究 重新的设计 因为它影响很大 如果不显著 我们就来看 个别的双因子的影响状况